有人说马苏珍是一手好牌打的细碎 被李小璐洗白却惨遭打脸 大好前程被自己亲手断送 出生于哈尔滨的马苏 本身的条件非常好 在北京电影学院高职学院就读时 很多老师都非常看好他 他也不负重吗 出演了一系列十分出彩的角色 不仅得到了演艺圈的认可 也给自己赢得了丰厚的回报 作为飞天奖的三料影后 但是他的一手好牌却被自己打烂了 2017年就是这个转折点 那年的12月29日 发生了娱乐圈的重大新闻 李小璐 贾乃亮 和嘻哈歌手皮几万的做头发事件 这件事情成为了当时娱乐圈的大瓜 一时间无数目光 都集中在当事人李小璐身上 虽然说事后贾乃亮夫妻 皮几万全部都站出来澄清事实 但是看热闹的网友不买账 就算李小璐说 鱼皮几万仅仅是普通的接接地情谊 不是网友们想象的那样 贾乃亮也选择相信自己的妻子 不会被判自己 不过即便是这样 网友们还是揪住李小璐不放 马苏作为李小璐的朋友 看到闺蜜有难 自然是想着能帮就帮一把 所以在微博发文力挺李小璐 说自己当晚也在现场 李小璐和皮几万之间 仅仅是好朋友 仅仅是互相欣赏 同时还配图和贾乃亮的聊天截图 但是他这样的操作 无疑是将自己也卷入了漩涡的中心 望着人周围 甩手就把李小璐和某万的 大量亲密视频发到了网上 还派特马苏指明说 当晚根本就没有看到他 马苏在说谎 而被揭穿谎言的马苏 也觉得无地自容 后来伴随着事件的不断发酵 李小璐和贾乃亮选择离婚 马苏只能善善地发文自嘲 脸真疼 我活该 其实说起来 这本来就是 李小璐和贾乃亮夫妻之间的事情 马苏没有必要多管闲事 就算是朋友之间讲一起 也不应该是这样的 在李小璐最初有之的苗头的时候 马苏就应该适当归劝要爱戏与谋 现在不仅自己惹的一身骚 失去了朋友也影响了事业 曾经风投无良的三辆影后 直接到了无懈可拍的地步 想必马苏自己也是毁的肠子都轻了吧 也许当时他的出发点是好的 只想着能够帮帮闺蜜 觉得自己很仗义 可事情演变到最后 他却成了破坏人家婚姻的罪魁祸首 因为某万就是马苏介绍给李小璐认识的 后来两人发展到那种关系 马苏也是完全知情的 这样看来 马苏就不是那么可怜 也不是被朋友连累 明明是朋友被他毁的体无完肤 所以说交友要慎重 像马苏这样的孙优 还是早早远离的好 还要有分辨是非的能力 自己的生活自己做主 经得起诱惑手的住寂寞 不要对任何错误保有侥幸心理 毕竟总有被人发现的时候 到时候 代价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承受的 被孔令辉赶出家门的这天 或许马苏早已遇见了自己的结局 当年马苏和孔令辉是同乡 两人刚刚认识的时候 孔令辉已经是光芒万丈的世界冠军 马苏还是不知名的小人物 不过有了冠军女朋友式的头衔 马苏在娱乐圈的资源迅速得到拓展 后来出演的影视作品几乎都是女主角 当然马苏在演艺事业上的成绩 与他自己的努力也分不开 他很努力的在各个领域不断提高自己 不局限于某一固定角色 还在不同领域寻求新的突破 就连对手演员刘涛都评价他自身很有魅力 是个很有潜力的演员 如果就这样发展下去的话 相信未来马苏的成绩也会更好 不过此时他和孔令辉的感情却出了问题 马苏不甘心以名人女友的身份自居 孔令辉作为传统的东北男人 又难免会有些直男本性 甚至有一次在两人吵架后 孔令辉直接骂马苏让他滚 马苏在那一刻 感觉到一定要拥有自己的房子 所以后来他用自己全部的积蓄 按揭购买了一套房子 又像蚂蚁搬家那样 一点点的装修天职家具 据说花费六年的时间才算彻底弄好 那段时间的马苏甚至穷得需要朋友的接近 才能够维持生活 不过后来孔令辉也觉得自己做得不好 主动来找马苏复合 孔令辉还趁着女友出差 给马苏夹八十平米的天台做了装修 顶层可以打开的 半封闭阳光房 全部使用真空玻璃打造 在地面铺上厚厚的涂层 可以种花洋草 要是天气好的话 可以打开顶棚沐浴阳光 不得不说 我们的世界冠军还是很有浪漫细胞的 不过很遗憾的是 极被是两人都为这段感情做出了很多的努力 最终两人还是没有走到最后 在2013年一次电影发布会上 马苏流之泪宣布 自己和孔令辉的恋情已经结束 于是很多人还为这11年的爱情长跑 没有修成正果而感到惋惜 但是看看后面发生的事情 不少网友说孔令辉真是太有预见力了 其实很多圈内人 都知道马苏的恋情绯闻非常多 吴奇隆 魏大军 都曾经和马苏传出绯闻 不管是真是假 但是空玄风 肯定也是有原因的 想必那个时候的孔令辉 也是很受到这些绯闻的影响 才会选择分手吧 而分手后的马苏并没有收敛 很早之前 黄义的前夫黄义清就曾经发文称 马苏有着很多不为人知的黑料 其中给闺蜜好朋友介绍帅哥小鲜肉 就是其中一项 尤其是有夫之妇 所以李小璐出世之后 马苏也被人们骂惨 就连在娱乐眷民生极差的姚迪 能够在离开文章之后 转身嫁给钻石王老五 却说其中也离不开 马苏的推波助澜 因为在姚迪求婚的现场 很多人都说 马苏才是最兴奋的那一个 想想也是娱乐圈就是个大染缸 真正能够洁身自豪的人实在是少数 每个明星的私生活都不简单 其实马苏落到现在的境地 恐怕也是他自己始料未及啊 也许仅仅是仗义 也许是真的身不由己 不管是什么原因 只要自己认为无愧于心就可以了 不过破坏人家的家庭这件事情 确实不道德 不知道马苏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情 是怎么个想法呢 或许贾乃亮这辈子最痛恨的女人 不是给他戴绿帽子的李小璐 而是帮凶马苏 那时候的马苏刚刚和世界冠军孔令辉结束恋情 开始对健康年轻的小鲜肉感兴趣 带着自己的好朋友李小璐 几万几千万的给出场歌手课金 后来李小璐就开始带着某万一 起去做头发了 而他的老实前夫 贾乃亮还心事淡淡的说 自己的妻子就是去做头发了 不过后来事情爆出之后 当事人可谓是惨遭打脸 其实出轨这是两夫妻的事情 为什么会牵连到马苏呢 说起来也是马苏管闲事 本来它不发生 所有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偏偏他要给好友打掩护 说做头发当晚 自己也在现场 网友表示那就没办法了 在诸位爆出更多李小璐亲密视频之后 马苏也不得不说自己被打脸针头 自此马苏的事业一落前上 甚至到了无期可拍的地步 即使马苏的走红和他的前男友 挺胖球世界冠军孔令辉有直接关系 马苏当初的时候根本没人找他拍戏 只能在各个剧组跑龙烫 后来有了孔令辉做依靠 资源越来越好 和各路大咖合作配戏 出演的角色也以女主角居多 但是马苏却没有 因为占了孔令辉的光耳自觉 在拍戏的时候 平平和剧中男演员传出绯闻 虽然说活着活着 但是任何人都会不堪其扰吧 孔令辉作为一个地道的东北汉子 一开始本着保护自己女友的心态 还出面澄清过好几次 但是后来各种亲密视频的流出 让孔令辉也无法面对 后来两人经历11年的感情 就这样结束了 虽然后来两人还是朋友 马苏还曾经发文 预祝女品比赛顺利 但是没有了冠军女友的头衔 显然马苏的资源也受到了影响 2017年又发生了李小璐的事件 马苏的事业跌倒谷底 好久不曾露面 不过马姐自然是有自己渠道的 这部借助综艺演员请就位 马苏可谓是强势洗白 重回观众视线 马苏在见面中 受到尔东升导演的多次称赞 但是以不舍著称的导师 李诚如并不买账 对于尔东升这样导演和演员 私下搞小动作的行为 表达了强力的不满 职业演员请导演吃饭的这种套路 真的都让人看不上 当时广大网友可能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不过随即被爆出的 尔东升和马苏深夜外出结伴吃饭的照片 就让大家明白了其中含义 据说当时尔东升还想要送马苏回家 但是似乎被婉拒了 其实广大观众 对于尔东升导演的印象还是不错的 很正直也敢于说真话 这次频频对马苏大家赞赏 不知道是真的看好马苏 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了 那就是马苏即将要出演 尔东升导演的电影 海的草原是镜头 虽然说角色不是女一号 但是复出可能都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吧 不知道马苏在这次的作品中 是不是会给观众带来惊喜呢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 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 订阅我 再见